小公司出身的寒流女团5050 凭借QBIT创造新生代女团最佳海外成绩 不仅连续三周进入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的热白榜 而且排名一直在上升 这样的断层成绩 YoungF和Nugens就再也没有吹过海外成绩 面对如此活的情况 近日5050却深陷麻烦 28日 4名成员通过法律代理人发表了立场 表示 今年6月19日 向首尔中央地区法院 提出了专属合约 效率停职家属份申请 目前正在审判中 这是由于AllTrack方面违约 并破坏了信赖关系而采取的措施 AllTrack对于违约事项 没有进行明确的说明 只是表示 是外部势力试图抢夺 没有倾听成员们的声音 看到AllTrack未经与成员当事人协调 就随意公开手术试游 成员们感到非常失望和挫折 成员们还强调 没有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对于AllTrack在结算不透明 表明成员活动 困难的健康状态的情况下 依然想要单方面 枪星等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各种情况 提出了问题 对此 韩国网友表示说 刚活起来就解约 什么情况 5050不是托公司的福 才活起来的吗 这就直接搞公司了 更红人还没红的情况下 想通过换公司继续红 有点难哦 还有人表示 QBED是因为主上的音色才活起来的吧 跟海外的音色非常相似 事实是制作人和公司其他CEO闹败了 现在因为QBED成功 有了一笔投资 CEO估计是拿着这笔投资 自己开公司了 而艺人肯定跟着制作人走 不知道未来 他们的命运会如何 爱都含舍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